末代皇帝1988年上映后 不仅火爆全国 更是在国际上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九项大奖 金球奖最佳影片四大奖 英国奥斯卡英国影艺学院最佳影片等奖项 末代皇帝是第一个进入故宫拍摄的电影 历史上象征皇权的太和殿 也首都开放该剧组取景 为了保护文物 当时没有摆设多余的设备 连打灯都在外面 真实呈现实景 动用超过2000名群众演员 为的就是要打造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溥仪登基时的壮阔气氛 不仅幕后人员获得国际大奖肯定 饰演溥仪的男主角尊龙 也是唯一获得金球奖两次提名的华裔演员 当年34岁的尊龙 不仅因精湛演技受到关注 他的绝美颜值 更是被美国杂志People Magazine和汤姆克鲁斯 朱利亚·罗伯兹等巨星 一起被列入全球50大美人排行榜 拍摄电影某场戏素颜上场的尊龙 因为超高颜值自带妆感 连当时导演都以为他有化妆 如今他的旧照被翻出来 在网友眼里还是依然帅气 比对历史上的溥仪 尊龙的还原装扮其实气质非常相似 但因尊龙五官较为深邃 虽然都戴着小元眼镜 仍然挡不住他的一双电眼 更不用说他下戏后 一身时髦的西装搭油头 35年后回来看 仍然时髦度破表 虽然尊龙现在已经淡出荧光幕 但他的帅气身影仍然留在影迷心中 朋友们 你们喜欢尊龙吗 欢迎留言讨论